評好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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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好汽車是我父親創立的 從1985年到現在 那我父親呢 跟這個經驗司察司的創辦人 其實他們非常的熟悉 創辦人割愛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兩年前 我們跟他合併併過這個品牌 其實雜誌社 當初是還沒有買下他之前 B&W啦 賓士啦 還有超跑的行情都是 剛好我在寫的 那我也很感謝我父親 他很願意放手給我去做 以前的人 賣車沒有在開發票的 我覺得如果我要把公司做好 做誠信 那我勢必要把這個稅務 也給搞清楚 我就開始把會計系統導入 我們的每一台車子 買跟賣 我的發票都是除開的 也不會跟對方收5%的費用 那這也是到現在 我們頂好汽車非常驕傲的一個地方 其實現在是雜誌車 它成立於1998年 這個品牌其實是我們 桃園的理事長 工會的理事長 他創立的 他希望全台灣所有二手車的車架 集合在這本書裡面 在我做的第三年 我們就導入了這個第三方的鑑定 我們也是算全台灣首家 我們導入了像類似像房子的履約保證 是放在一個公正的第三方 然後我們來做交易 當然我們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專業 在於車子的這個大數據 二手車的大數據 我們做的非常的認真 所以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整理這個目錄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為基底 我們更有信心來把這個建架事故呢 做的更客觀更好更紮實 365行我應該創了創業創了快五六十個行業別了 但是我失敗非常多 我失敗的機率大概達到快九成 也是因為這些失敗讓我後面呢 可以藉由這個失敗的經驗 讓我每一次的創業 我都會去避免這些問題 我每一次的客戶呢 其實我都有在做紀錄 從他為什麼會跟我買 甚至我覺得最寶貴是戰敗 最後為什麼你沒有跟我買 那我覺得這是最寶貴的 二手車雖然已經這麼透明了 但是還是不夠透明 踏進這個二手車這個大門了 大家還是會害怕的 我們還是一樣秉持兩個字誠信 這個事故見價的部分呢 我們不能什麼客戶都接 我們是要把這個公司 要做就是要做長遠 那幫助更多的消費者客戶 能爭取原本他們不知道 可以爭取的這個權利 可以藉由我這本見價報告 去跟對方求償 因為事故而產生的這個折損 我希望這個品牌呢 在台灣能成為事故見價呢 能成為一個僑索